欢度喜庆佳节 观赏璀璨花灯 灯会市集上的龙年潮丸设计 是基于怎样的理念 又展现了怎样的消费潮流呢 造型萌裤的门神冰箱贴 多功能龙头礼包 多样番花 这些看起来时尚的设计 都蕴含了中国传统手艺基因 在传统的手工艺人手下 它能变成72番 就是不同的造型 然后里面有很多造型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番花 里面可以先变成鸟 还有一些孔雀花 喇叭花都不一样 然后老虎口 老鹰睡大觉 它都属于一个就是一个造型 它可以不停地翻不停地转 在传统番花基础上 结合纸一好看又好玩的 番花龙和纸板龙就完成了 这个看起来有点酷的纸盒子 也是一个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玩具 它的图案来自于三星堆 和红杉文化龙元素 色彩则借鉴了皮影当中 高饱和度的搭配 是一个包装盒 但它同时是一个玩具 就是这个里面装的是 我们这些玩具 过年的时候可以把它取出来 给大家分享 那么这个包装盒 我们可以把它DIY 做成一个小头套 除了是可以玩的头套 它还可以作为家里小宠物的窝 这样的巧思 体现在他们设计的各种潮玩当中 而这些源源不断的设计灵感 是基于他们十年来 在全国近千个乡村 做的手艺记录和调研 所以我们坚持传统的底蕴 然后不断地进行一个转化 然后创作作为一批适合于 我们现在各个年龄层 用的吃的玩的一些作品吧 也是希望把传统文化做得更国潮 更时尚更酷 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喜欢去消费 然后跟我们生活有更多的联系